位在琉球海域的热地压 今天下午2点正式生成 成为G17号台风塔巴 未来将会持续朝着冲绳方向移动 然后转往日本韩国一带 对台湾没有直接的影响 但是受到魏维云西带来的水气 周五周六这两天 特别是北部雨势会变得比较明显一些 因此外出一定要记得 西带雨局 天空中有点灰蒙蒙 但不时又可以看到阳光碳出头 北台湾天气难捉摸 而随着琉球海域上的热地压 29号下午2点 成为今年第17号台风塔巴之后 虽然对台湾不会有直接影响 但银封面水气会再增多 礼拜五礼拜六将会是指台风 最接近我们的时候 在银封面的北部跟东北部 可能会出现比较密集的短暂阵雨的状况 今年第17号台风塔巴 目前预估会先往冲绳移动 再朝日本韩国一带前进 台湾直接影响几率少 但在周五周六这两天 受到它外围云西带来的水气影响 北部整天都要注意会有短暂阵雨 特别周五入夜到周六上半天 容易有局部周大雨势 东部地区也会有短暂阵雨 但中南部影响较小 还是以山区午后降雨为主 周日开始虽然会逐渐趋缓 但天气还是不稳定 礼拜天之后随着这个台风 逐渐北上远离 台湾地区又会逐渐的变成 比较偏东北风的环境 那到下礼拜可能北部跟东半部 都还是会有一些短暂阵雨的状况 气象局提醒不只要留意 台风外围云西带来的雨势 东北风偏强 高雄以北东部到恒春半岛 也会有八到十级强阵风 基隆北海岸东部到恒春 沿海也会有三米以上浪沟 海边细水一定也要留意安全 解山水张俊涵特报导